11月11号是中国的光棍节 可是不管你是不是光棍 其实在这一天通通都买翻了 难怪一天的营收可以高达1500亿以上 这个是起跳的数字 可以看到庞大的商机已经要取代圣诞节了吗 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 这一次呢大陆一一的光棍节 整体的数据是什么呢 这次主要的还是在天猫跟淘宝这两家网路商店 其实呢加起来总交易额已经超过人民币350亿了 至少是1500亿台币起跳 年增是83% 成交率比数哇1.71亿比耶 还蛮多的 在首届部分会发现呢 这是今年呢比较特别的现象 因为成交额也占了53.5亿元 这都是人民币哦 去年的5.6倍之多 占总体的销售已经是来到了21% 天猫的店铺呢 从1万家变成今年的2万家 哇多了一倍出来 好另外再来关心到的是哦 这一次呢整体的数据也是 单日最快突破人民币1亿元的前八名是什么呢 可以看到小米官方很快 还有什么国花人寿海尔啊 UNIQLO 生命人寿官方旗舰店 好真的蛮多的 另外呢海外交易金额来到2.2亿的人民币 台湾 这是台湾大家比较关注的 台湾的交易金额呢 是去年的2.9倍 好自己讲 为什么啊 这个光棍节 魅力这么大 大家都要在这里买东西 而且一天我们刚看到苹果说什么 1500亿盖总部 他一天营收已经是超过1500亿了 没错 很厉害 其实就有点像台湾 我们在冬天会进行的那种 周年庆活动 但是大陆的电商更厉害 他把它集中在一天 我们想要我们在周年庆的时候 六日啊 你进百货公司 其实电梯啊 都是集满人的 甚至有人在开门之前 就会去排队 要去抢购那些限量 折价的商品 那大陆的做法就是 我全部把这些事情 全部集中在一天 然后用电子化的方式 用电子商城的方式 去推广市的活动 那就造成这样子的 巨大的营业额 可是刚刚有看到 手机的部分也崛起了 而且这边呢 单日最快突破人民币 一亿元的小米官方旗舰店 闲运霸你有看出什么端宁吗 而且在台湾的部分 也有2.9倍之多耶 跟去年比起来 成长很多 是 我们看到前面八名 其实都是所谓官方 是 那就是手机啊 还有就是衣服类 还有保险公司 或者是基金 为什么人寿也会在网路上 掀起风潮 好奇怪 我觉得因为一般人寿 是不会有什么价格的变动 那他可能利用这个时间 特别做一点折扣 是 只要便宜一个3%5% 我觉得就差很多 对 所以你觉得这也是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短时间 赶快就可以破人民币一亿元的 是 这最重要的关卡了 好 另外我们来关心到的是 这一次呢 观众姐 手机 我们刚刚有提到 今天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就是手机的部分 大家用手机来下定的人 变多了 来看到呢 在第一分钟 这是一分钟的时候 就有200万的手机用户涌入 在4分10秒的时候 已经破一亿了 哇 一个小时的时候 来到10亿人民币 在16个小时的时候 成交额 就是36亿哦 单日访问人数也是超过了8400万 最后面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 总体手机的成交额来到了53.5亿 占整体的21% 最久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手机现在是不是真的越来越重要了 当然是跟我们现在行动通讯的发展有关 那大陆有另外一个现象是 它其实最新手机的渗透率甚至比可能电脑还高一点点 那就是在用手机购物上 其实对一般的大陆民众来说其实是很方便的 那另外就是它在光顾以前这天 它有很多种品牌推出的这种限量商品 那它要抢快 那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用手机 你一个手机我一个手机 大家一起抢 一起抢购这些东西 所以手机其实很迅速嘛 而且每个人都手上拿着 马上下单也很快 难怪今年可以占到整体的21% 搞不好明年呢已经来到三成了 后年就变成五成也不一定 手机真的还蛮重要的 不过接下来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 这一次呢 陈佳偶的比重 这是一个总结的结论 来看到红色这一条 在上面这一条 是今年的一个数字哦 下面蓝色的是去年 可以看到 不管是几分钟 十分钟 六十分钟 甚至到最后面24小时的时候 远远的都是赢过的 完全没有一个地方是输掉的 好 持续来关注的是最后一张了 来看到 几乎成交额是逐年倍增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 09年的时候 由淘宝发起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打出有五则活动 所以消费才净亿而已哦 一亿人民币 2010年的时候呢 总销额已经来到了9.36亿 而在11年的时候呢 飙到了52亿哦 最后2012年的 整交金额来到了191亿 天猫的部分已经占了130亿 今年刚刚看到了350亿 可以看到 哇 今年的这个成交 真的还蛮多的哦 最久你觉得这逐年成长啊 明年怎么预補 我觉得这跟参加的这种品牌上有关 我们可以看到今年 去年一万家嘛 今年增加了到两万家 那这些品牌在 这个淘宝商城 或天猫商城上面 对这些消费者进行 共襄争取代打折啊 甚至我们看一下五则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五则的活动 那当然是只有这种 光棍节的活动才可以看到 所以当然会造成大家去抢购 那把抢购情况下 也把这个营业整个推高上来 不过嫌疑办 你看到大陆的这个网购啊 网络业者 卖得这么好 业绩这么好 营收破了1500亿台币哦 台湾的业者 会不会真的受到一些满大冲击 呃我觉得多少会 尤其是在这几天 是 那我是用 如果就以111当天来看 对 像111当天刚好是礼拜一 是 那就我的经验啊 往常礼拜一的业绩 通常会比较好 所以比较好是因为 有礼拜六礼拜天没有出货 嗯 那到礼拜一加起来 其实就等于是三天 那照理说 比一般平常上边就多一些 是 但是在这个礼拜一 就明显觉得差蛮多的 差很多 对差蛮多的 原本你礼拜一是比较好的 对不对 对对 但这一次因为公棍节的关系 所以礼拜比较差 我不确定有没有正相关 但是就是这么巧 就是就比较低 是 然后在你从那Facebook 或者是一些新闻上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 嗯 所以我想多少有些人 本来想买某些东西 他可能利用这机会 去看看淘宝天猫 有没有什么 是刚好他要那边也有 嗯 那也顺便试试看 怎么样从淘宝买东西回来 是 可是现在在台湾啊 不管是雅虎也好 PC Home也好啊 一堆的台湾网路啊 他上面的一些产品的话 是不是几乎中国大陆那边都找到 其实蛮多的 因为中国大陆就世界工厂 对 所以不管各大品牌 在那边几乎都是他们的代工的 嗯 所以台湾很多 尤其像iPhone iPad 周边啊 手机周边 其实大陆都有 你到淘宝看价格都是台湾的 可能是几成 哦 对 所以价格又很便宜 然后又找得到一样东西 对价格是有优势的 当然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跟如果有问题的 就客树那方面 当然是台湾业者比较 是 所以可能在售后服务的部分 就要稍微考虑一下了 是中国大陆的不知道 售后服务到底好不好吗 对 服务它便宜啊 是 不过另外这种 我要继续请问一下 刚刚可以看到 在小米的官方 这个旗舰店啊 它三分钟而已卖出多少 二十二万支的手机 为什么它这一次 完全没有任何折扣 但是三分钟 可以卖二十几万支的手机 当然是这些原本的米粉 就是聚集起来强盗的 因为小米之前在开卖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秒杀 就已经没有货了 那它把所有的货集中在这种 光棍节来开卖 那更天得了它另外一个话题 所以代表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小米的营业额是代表 是日程光棍节里面最大的平台商 是 对啊 没错 好 咸鱼吧 另外一个现象我们也观察到了 其实这次光棍节啊 很厉害 中国人只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就是一天 他就打败了美国整体的什么感恩节啊 一直延续到之后的一个网络购物绝 为什么他可以花这么少的时间 马上就把美国的这个业绩给打趴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几年 他们经济发展真的是很可怕 像我们还在讨论能不能保二 人家是在讨论能不能保八 一没有保八股价就会跌 事实上八很高了 那再加上在沿海地区 这些收入比较高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收入都 成长都已经大于他们经济成长 所以跟美国来说 美国这几年老实讲 他们的经济并不是很好 是 那所以才会有QE啊 这些来刺激消费 跟中国新决体的网络行销模式有关系吗 我觉得也有 怎么说 像他们就懂得利用111光棍 这个话题去炒 集中火力 而且大家集中在这边一起来共襄胜举 那这在其他的国家 美国或者台湾并没有 那像这个 这个就很夸张 那天我看到 天猫总部这个 做网购路 这真的好厉害 做网购路能够做到这样 真的是太过瘾了 对你以为这是一个什么交易所吗 还是什么看盘式吗 不是耶 大家盯着这上面的 这什么呢 中国大陆的地图 这个上面的点点就是说 我在哪边卖出多少了 这旁边数字一直在跑 一直在跑一直在跑 哇光看那个数字就好过瘾哦 那数字一直增加 我就一直赚钱 是啊 是不是 所以觉得网购做到这样 真的是太夸张了 所以真的是还蛮厉害的 就是中国的光棍节 炒作起来的 怎么炒作的呢 我们赶快要问这一角了 这一角 为什么有光棍节这个东西呢 它是怎么来的 其实光棍节就是 中国的一些大学生 一开始在 在宿舍想到的一些点子 在一间111 都是棍子 然后我们这几个光棍 那我们就要光棍节好了 那静静在各大校园传开 所以其实在中国的一些大学里面 它各个校园都有这种 对光棍节做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男生 1993年的南京大学啦 对对对对 就是四个大男生发生的 这几年可以看到这些 比如说北大啊 清大 可以在这个节日可以看到一些 比如说男生宿舍 对女生宿舍做的一些特殊活动 那就是因为光棍节而来的 那淘宝跟天宝很聪明 就利用了这一点 因为他们上面很多的 购物族群都是大学生啦 他就全方利用这一点 把它炒作成一个 超级中年庆 只有在这一天 2009年的时候 淘宝就发现这个上级了 没错 他就炒作这个光棍节 然后变成一个 中国唯一的超级中年庆 可是为什么在中国 可以发展出来 所谓的一个光棍节 如果光棍节拿到台湾来 应该不太会变成一个气候 然后台湾来可能就变成 去时去时节 可能就7月4号 但是其实我们的电商 没有那么聪明 把它包装成一个节日 那淘宝是比较有执行力 因为毕竟它是台湾 它是中国唯一独大的一个 电商团 电商集团嘛 好我们来持续关注一下 刚刚这个Z9也说了 就是南军大学的大学生嘛 就是很无聊啊 他们想要摆脱光棍 想要交女朋友 所以发起了一个 1111的光棍节 其实不只是11月11号 来看看 名词解释还蛮趣味的 1月1号的时候 因为只有两个1 所以是小光棍节哦 1月11号 或是11月1号 因为绕口令 就是中光棍节 1111就是所谓的大光棍节了 好他们的吉祥物是什么呢 因为是111嘛 所以是四根油条 加一个鸡蛋 摆在一起就是所谓的11 什么叫光光 什么叫明明呢 光光是男生的光棍哦 明明就是女生的光棍 而脱光不是有什么限制级的啦 是因为男光棍它脱离了光棍 所以叫脱光 哦 所以叫脱光是不是 对啊 那师明呢 这听起来也蛮好笑的 师明是女光棍 名花有主 叫师明 光复叫做重新回归光棍的状态 就是 龟团 他又失恋了是不是 对没错 那如果是女生呢 女生又重新归团了 也是归团啊 所以叫 叫 富名 富名 也可以哦 反旗富名是不是 好 小鸟籍是什么 不是不想找 而是他找不到啦 然后菜鸟籍的话是说 可能有这个间歇席 他在中间空窗的那个时段 叫做菜鸟籍 然后呢 肉鸟籍的话 就是因为他受伤了 所以他不想再谈恋爱了 但是他很期待哦 有一天他的真命天子可以出现 最后面骨灰籍的是 看破红尘 C90会不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笑的 顿入佛门 他们其实幽默点 其实跟我们有点 有点共鸣啦 但是台湾就是比较 没有把它包装成一个节日这样子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不过前面爸 你刚刚看到的这些名词 有没有觉得很有趣 我们一般很少用得到 很少用得到 对 但是看到觉得说 为什么他们的光棍节做得起来 是不是同样的价格啊 我在台湾可能只能买一个东西 在那边可以买更多 是这样吗 这个是两边的 不管是工资啊 或者是材料的成本不一样 所以造成 那在台湾现在已经 很少有制造在台湾 当然都在大陆那边生产 所以你的价格的成本结构 就是不一样 那台湾业者现在面临这样 很多人都慢慢到淘宝去买东西 可是我也发现 很多人到淘宝买东西 买的东西 并不是他本来真的想要买的东西 是哦 所以逛一逛 便宜啊 所以逛一逛买一堆之后 可能有一半他是没有用到 所以到后来 其实你跟在台湾买价格 不会差太多 因为他买了一堆他用不到的东西 对 那在家如果有些东西是有瑕疵 或者是 可能他讲的是赠品 赠 就是原厂的东西 可是你收到的东西之后发现 很像 但是叫A货 可是这时候有问题的时候 你要光是退回大陆去 你运费就非常贵 运费差多少 我差非常多 像大陆到台湾来用空运的 顺丰之类的空运 一公斤超过三十块人民币 超过一百五十块台币 一百五十块那还好 但是台湾逆物流到那边去要五百块 所以你看差了三倍 哇 为什么台湾过去这么贵啊 我觉得应该是 两边的运费结构不一样 台湾可能台湾这边的工资啊 各方面可能就是比大陆贵 是 那大陆那边他愿意用比较低价把货用